只要一提到坦克杀手的名号 肯定有这样一个名字在各位脑海中出现 那就是使用由加特林原理的 7管30毫米JU8A复仇者机炮 并以此为标志的A10攻击机 但各位是否曾想过 在冷战时期 如此爱对标的美苏两国 为何从来没有听过 苏系有类似的使用大口径机炮的战机呢 只要对苏联战斗航空气发展时 有一定了解的观众朋友们 都对二战时期 苏军对大口径航炮的痴迷有一定印象 可以说在二战时期 苏联飞行员们就是大口径航炮的最佳代言人 从美元的P39飞蛇到自己的雅克系列 苏联飞行员一直在挑战 在飞机上使用更大口径的航炮 一般来说 苏系飞行员最爱使用的是37毫米航炮 这种航炮在战斗中 只要命中敌战斗机一发 就可以把它们炸碎 除此之外 还有更极端的45毫米航炮版本 即使对付重型轰炸机 也只是需要几发炮弹 在这种大口径狂热下 苏联也为此开发了一系列对地攻击机 毕竟只要你的航炮口径足够大 那么对空中目标和对地面目标就一样有效 所以在这个思路之上 苏军又拥有一系列 携带有大口径航炮的对地攻击机 其中最出名的 当初有着黑死神之名的一二二攻击机 而在这之后的苏六和一二十攻击机 也拥有从23炮到37炮的一系列航炮改装 但在进入喷气机时代后 一切都改变了 即使作为攻击机而设计的喷气机 它的飞行速度 也是之前螺旋桨攻击机的数倍之多 这就意味着 对于地面目标的射击窗口 会变得难以置信的短 所以自1956年之后 苏联高层认为 随着喷气式时代的到来 使用厚重装甲的低速攻击机 直接伴随支援地面单位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 而在未来 利用自身的高速 携带有大威力武器的战斗轰炸机 才是对地支援的主流 于是苏联飞机的专门的攻击机研发 转而开始倾向于使用战斗轰炸机 对敌人前纵身目标进行航空打击 在航空打击中 枪炮仅作为火力补充 其主要作用的则是航弹和火箭弹等 威力更大 具有范围杀伤的武器 并且除了携带有航弹火箭弹之外 必要情况下 这些战机还可以携带核弹 对敌人的防线进行核获力突击 在一开始 设计师们并没有专门考虑 为这一个飞机大象 而专门设计一款战斗轰炸机 因为顾名思义 战斗轰炸机 战斗轰炸机 只需要战斗机来执行轰炸机的任务就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选择那些载弹量较大 航程较远的型号 并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 让其胜任预想的任务就可以了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 苏联第一种战斗轰炸机 或者叫战斗攻击机 被确定为苏齐 这原本是一种骤尖前线战斗机 使用机炮和红外空空导弹 来驱逐或者击落敌军的飞机 保护几方空域的安全 但随后 由于米格-21的服役 苏齐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 但此时制造出来的战机 机体寿命以及发展潜力 依然尚未被拥挤 而且苏齐的挂载能力 在那个年代还不错 这样放弃未免太过可惜 于是苏齐币横空出世 这是苏联第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 喷气式战斗轰炸机 在使用多年之后 苏齐币也逐渐落伍 于是苏货一设计局 又在苏齐的基础上 改进了机身 安装了可变后略翼 由于苏齐在着陆时 经常发生速度过快的问题 所以数据内部就对这些事情 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苏齐着陆速度过快 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为了追求速度 苏齐的后略翼为60度后略脚 这就导致它在着陆时 较难有效降低速度 而苏齐齐由于安装油可变后略翼 这个问题被大幅度改善 需要高速飞行时 就将后略脚增大 进入高速飞行状态 降低空气阻力 而如果需要低速转弯 或者着陆时 就将后略脚减少 增加空气阻力 同时也可以增加飞机生力 在尝到了可变后略翼 战斗轰炸机的甜头之后 苏联又将目光 转向了另外一种 自身制造的前线战斗机 并打算将其也改装为 对地攻击的战斗轰炸机 这就是米格-23 而由它改造出的米格-27 更是可以称为苏联A式 在1969年 北约拥有了多种潮因素 或者是高压因素的 轻型中型攻击机 比如法英联合设计的 美洲豹 意大利菲亚特G-911 和美国的F5等 在这个前提下 苏联空军要求设计局 设计一种价格低廉 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机 并且要求它至少要和 北约同航相等的 对地攻击能力 其作战构想是 挂上四个250公斤炸弹 通过低空飞行 飞到目标后 在目标上空停留5分钟 进行高精度轰炸 任务完成后 还必须高速脱离战场 所以在这个要求下 设计局所需要考虑的 是设计一种中型攻击机 不能太重 并且需要具备 超音速飞行能力 以便更快赶到战场 并且它的压音速 机动性也不能差 毕竟还要低速投放弹药 以增加攻击精度 在各种要求 以及条件限制中 设计师们发现 使用可变后掠翼 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几乎是唯一解法 在米高阳和苏霍1的竞争中 苏霍1设计局 拿出了在苏7B的基础上 安装可变后掠翼结构的 苏17战斗轰炸机 而米高阳则是狠鸡贼 他们一想 可变后掠翼设计 自己有啊 这就是现在正在服役的 米高23战斗机 只需要在米高23的集体上 进行一些小修改 不就可以完美匹配 竞票要求吗 说干就干 米高阳格列为奇 马上就弄来了一架米高23 用来测试 使用战斗机 改装攻击机的想法 能否成功 所以说 一架米高27攻击机的原型 应当被称为米高23SH SH在俄语中是 攻击机的意思 改装后的米高23SH 在苏军中服役时 被称为米高23B 这就和苏7 与苏7B的秘密模式一样 另外一个非常显眼的区别是 由于对地攻击机 不需要雷达系统 所以米高23B的雷达系统 被替换成一套光学瞄准系统 机头比原本的雷达机头更短 也更向下倾斜 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下视视野 为了保护成员 米高23B还在机头位置 配套的灭火设备 米高23B于1971年投产 在进入苏军服役之后 根据苏军的测试要求 为其换装了 比较精确的攻击导航系统 让攻击机在长距离 地空奔袭的情况下 不至于迷航 它后续加装了全新的导航系统 发动机也更换成了R29B-300 这样的更换 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由于在当时 米高23使用的AL300F 被苏联限制出口 而R29B-300则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这个加装了导航系统 和更换发动机的米高23BN 也可以被出口到各个国家 和出口的米高23MS、MF搭配使用 让国外客户 可以同时具备 制空和对地能力 但可能有观众发现了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编号都停留在米高23 那米高27去哪了呢 别急 米高27和米高23 其中最大的区别 就在我们今天的主角 航炮身上 在米高23的设计中 由于战斗机 只需要对空格斗 所以米高23使用的是一门 双管GSH-23航炮 这门机炮对于 轻装甲目标和软目标 非常管用 但问题在于 它几乎无法损坏 敌方在地面上布置的 公式单位 可能又有观众迷惑了 之前不是说 喷气式时代 已经用不到航炮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 相比起精度较差的火箭弹 在导弹出现之前 航炮已经算是 相当精准的武器了 而且航炮的消费比也很高 全部的航炮备弹 也抵不过几发火箭弹的价格 所以即使打工了 也相当不心疼 但想换装航炮时 问题也随之出现 到底何种航炮 是目前对地攻击型 米格23所需要的呢 当设计师们 按武器口径等级来向下看 23炮后面 也就只有30炮符合要求 那到底何种30炮 是可以装备在米格23上的呢 据说 其中一位米高羊 格列围棋的设计人员 从一堆图片中 抽出了一张海军炮的图片 这个就不错 他这么说着 将自己手上海军装备的 AK630舰炮展示给 设计局的同行们看 在陷入短暂的震惊时候 设计师们发现 使用AK630进防炮上机 并不是不可能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 美军方阵快炮的那门炮 实际上是M61火神 也就是战斗机上 使用的20毫米航炮 将既然将航炮 从飞机上装到舰船上 是可行的 那么反过来也一样可行 说干就干 被安装在米格23上的AK630 根据空军的命名规范 被称为JSH-630 拥有300发备弹 装备由JSH-630的 米格23对地攻击型 被称为米格27 而这就是米格27的由来 第一种米格27 实际上是加装了 JSH-630的米格23BM 新的JSH-630航炮 很好很强大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这门JSH-630 最大射速6100发 后面为了安全旗舰 将射速控制在了 最大每分钟4000发 在开火过程中 这门炮的后座力 高达5500公斤 这样强大的后座力 对机载系统 产生了严重的压力 作战机炮本身 可以在发射 260发炮弹后 依然保持正常运作 但是强大的后座力 会传感到 意想不到的地方 米格27在航炮射击后 出现了包括 但不限于 前起落架舱门会变形 导致无法放下起落架 瞄准导航系统 无形电源通信 电源失灵 座舱盖锁扣失效 导致座舱盖打开 甚至有一次 由于强烈的后座力 以表盘面板 直接被震得整个脱落 还好有后面电缆拉着 才没有整个 砸在飞行员腿上 试飞员描述了 JSH-630的第一次射击 当我在空中目标上 施加中心标记 并按下扳机射击时 我听到了这样的噪音 以至于 我不由罪着地 把手抽到一边 整架飞机 开始因射击而震动 几乎因为火炮的 转弯 实际上已经瓦解成碎片 我几乎没有从 出乎意料的 钦佩中清醒过来 这是一个野兽一样的口径 如果你需要摧毁某物 你只需要击中它 对于后座力的问题 实际上也没什么 好解决方法 工程师们 只能告知飞行员 这门微地巨大的航炮 绝对不可以一次性开火 超过40发 不然有可能 造成永久的结构性损伤 甚至还有可能 空中解体的风险 除了这门航炮之外 米格27相对于米格23 可以说做出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两架飞机除了基础构型相似 内部已经大不相同 米格27由K型开始 一套向前延伸成为边条 之后的M型和D型也一样 这成为分别米格27KMD 和基本型米格27 以及米格23BN的外贸特征 同时由于米格27 并不需要高空高速飞行 所以近期到内的 可移动隔板也被拆除 因为它并不需要 可移动隔板 来增加在高空状态下的 近期效率 武器方面 在大型号上 米格27拥有7个挂点 分别是左右机翼下各一个 左右近期到下各一个 后机身左右肩各一个 机身下中央一个 在一些特殊的改进中 则拥有9个挂点 是在左右机翼下 各增加一个外侧挂点 这些挂点可以搭载 FAB100 250 500 无制导航弹 最多可外挂18枚 8枚 6枚 还可以搭载 KH25 KH29 空对地导弹 对目标发起精确打击 总的来说 单就对地攻击的设备 以及挂载来说 米格27已经可以达到 甚至超过部分早期型号的 美洲豹系列攻击机 但比较难崩的是 米格27实际上 从未返回过自己的 全部实力 1979年12月24日 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 当初驻阿富汗的 苏联空军的对地攻击机 是苏-17攻击机 而不是米格27 分代驾驶米格27 飞行员的抵征之下 苏联空军第134团的 米格27M和米格27D 于1988年10月29日 抵达阿富汗战场 这是苏联唯一一次 在行动中使用米格27 并且非常遗憾的是 拥有最多先进设备的 米格27K 却因为缺少飞行员装甲的理由 而并未参与到阿富汗部署中 由于独次便携式 防空导弹的存在 米格27和阿富汗战争中的 其他苏联攻击机一样 不能再低空执行任务 所有任务的执行 都必须在五公里 进高的高空投放武器 这也就意味着 米格27无法使用任何导弹 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 只能在高空使用弹道计算机 对目标进行面覆盖 一般来说 典型的攻击任务是 在高空使用火箭弹或者航弹 对一片区域里的目标进行覆盖 或者是轰炸补给车队 在夜间轰炸抵抗者营地 往补给线上投放地雷等任务 在夜间战斗中 一部分米格27 还承担了使用照明弹 为地面火炮指引目标的人物 但那门威力巨大的30毫米火炮 几乎没有向目标射击的击落 就像是命运一般 随着苏军侵阿的结束 苏军几乎同时装备了 苏24极舰手 前线轰炸机 以及苏25挖足攻击机 这两款对地攻击飞机中 苏24拥有更大的载弹量 以及更出色的对地攻击计算机 而苏25则比米格27拥有更多装甲 结构也更可靠 可以在各种防空火力面前 保护飞行员幸存 所以就在苏军侵阿结束 灰头土脸的退出阿富汗之际 米格27的服役生涯 几乎同时结束了 大部分的米格27部队 都换装了苏24或者苏25 而有一小部分则换装了米格29 从对地攻击中脱离出来 转而担任前线防空任务 最后随着苏联的接替 俄联邦接受了大部分的米格27机队 然而在1993年7月1日 俄联邦空军下令 逐步淘汰米格27等单一轻攻击机 这就导致绝大部分的米格27 要么是直接被保力拆解 地球上最大的米格27机队当属印度空军 20世纪80年代 印度空军装备的苏7开始老化 他们急需替代产品 所以印度空军首先购买了 110架米格23BNUB 紧接着又买了50架米格27 这些米格27被命名为米格27ML 并获准在印度进行生产 截止到1996年 最后一架米格27ML走下生产线 印度共制造了大约165架米格27 这些战机在1999年的卡吉尔战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对地支援作用 但问题也随之暴露 由于交战地域的海拔较高 单引擎的米格27出现了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 印度空军只能想尽办法 减少飞机的起飞重量 包括飞机只携带一半燃油起飞 或者是少些代谢弹药 在5月27日 一架米格27被巴基斯坦军队 发射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命中并起火 飞行员弹射后被俘 这也证明了单引擎攻击机 在对地目标打击期间会是何等脆弱 鉴于动力不足的问题 印军在新世纪之后 采购了一大批苏30MKI 以弥补在高原方向对地打击 或者对空空机飞机 动力不足的问题 2019年12月27日 最后一个印度空军米格27ML中队 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退役 但这并不是地球上最后一批米格27 2023年10月 哈萨克斯坦宣布 针对自己库存的全部米格27进行拍卖 2024年4月 基辅邮报报道称 美国购买了81架飞机转移到乌克兰 那米格27上的这门 威力巨大的30毫米炮 到底会不会在乌克兰想起呢 也许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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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